今天白天最低温出现在南投的日月潭只有11.3度 提醒您保暖的工作千万要做好 像是离开暖和的被窝要记得立刻穿上外套以免温差刺激 外出也要记得用口罩或是把围巾遮住口鼻降低猝死意外的发生 天气越来越冷 全台各地陆续传出不少人猝死的消息 面对大陆冷气团来袭 保暖工具后外套围巾全出笼 最重要的是把鼻子和嘴巴遮住 才能避免吸入冷空气降低猝死危机 只会围到脖子上而已 像保暖 带口罩的 不只外头冷嗖嗖 在家也要注意保暖 特别是早上起床离开暖和被窝 立刻穿上外套也能避免温差刺激 不过保暖衣物的质料也很重要 有一名妇人为了预寒为了昂慰的羊毛围巾 却意外引发严重过敏 因为羊毛的线维比较短跟粗 可以穿一件高颖的百分之百纯明 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在围这一类可能会引发过敏的围巾 这样子的围巾就不会直接接触皮肤 提醒民众挑选围巾的时候 也要留意资料 有过敏问题可以选用私质围巾 降低意外发生 节目欢迎来讲一期台北报道